歡迎大家收看大象tour 今天我們來到杭州 Bosch 國西 其中一間最大規模的電動工具 還有附件廠 還有寫字樓 進去開會和考察一下 我們立即進去看看 有什麼事情看看 歡迎大家收看大象tour 緊急編 事緣非常緊急 上來杭州和Bosch總部開會 順便參觀了工廠 工廠有很多東西看 但因為虧過太多技術和技術 就沒有辦法讓大家看到 但是我們大象夫 就一定要拍攝給大家看 所以來到Bosch 很特別的一個用戶體驗中心 就可以讓大家看看 平時怎樣做內部訓練 怎樣做一些測試 特別找了他們的負責人 我們叫做李校長 你可以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博士電動工具 亞太用戶體驗中心的負責人 我叫李虹 其實我們這個用戶體驗中心 是除了德國本土以外 最大和最早的用戶體驗中心 而且我們這間工廠 杭州的總部 它也是除去德國總部之外的 最大的生產和研發的中心 其實博士一直秉承著 品質至上客戶第一 這樣的一個覺悟 所以我們經常會在這裡面做一些 對工具的測試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也會在這裡開很多的會議 研討 大家總是希望把最好的產品 投入到市場當中 一進來就有驚喜了 大家在我們店裡 我們之前介紹過一部 1917年 全世界第一部電轉 我們現在就看到 世界上第一部 游啊轉 這樣就遲了它十幾年出現 1932年 Bosch出的第一部游啊轉 Bosch的培訓和測試中心 跟著有金工木工石工三個範疇的分類 金工第一類 最多測試和示範就是磨機 不論是切割還是磨機的機種 它都會在這裡做培訓和測試 它剛才示範就是磨機 其實磨機大家都買得多 最基本就是GWAS 開始 剛才它試是X-Log X-Log 就是快裝快拆 它剛才說到一個很特別的 其實我們之前都沒有介紹 大家會擔心用的時候 如果不想拍到這個按鈕 那個影片會不會飛出來 其實它們研發中心就寫了 研發中心第一項就是考慮了一項 所以在運用的時候 拉這個是拉不到的 那個影片是不會飛出來的 所以你看到它們就有不同機的磨機 就在這裡做一些測試的東西 剛才有 這個SX-Log 5 CX-Log 是新的系列 它打到的硬度 就已經去到3000以上 一般我們香港比較多人用的 例如1122那些都是打1000左右 所以現在它加了coating 這個其實是非常硬的可以打到 李校長用了一條全不瘦鋼 非常堅硬的金屬管 去測試這個新鋸片 你可以留意 除了這個新鋸片可以帶動到的效率之外 還可以看到李校長用老虎鋸蝦的正確切法 一前一後順著它鋸 非常利落 好啊 一起合成 哈哈 去到第二間石工類 主要就是油壓鑽或炮仔 你可以看到整個油壓鑽的內部結構 校長平時就跟不同部門的同事 去講解整個油壓鑽的原理 讓全公司上下都可以徹底了解工具 好了 這裡又發現了一個古董 我最喜歡古董 這部有看到一部黃色的炮 它就出現過在美國 Terminator 阿諾純華森力加 那時候因為美國所有工業都是黃色的 所以那時候還是黃色的底 是紅色的標誌 現在已經轉了綠色和藍色 由於測試石工很大粉塵 所以它們有一個戶外地帶 好像燒槍那些靶牆一樣 這裡除了內部培訓和測試用之外 亦都會與不同的用家合作 在這裡示範和測試一些產品 在不同行業 例如消防等等的應用 這個User Experience 其實什麼是User 除了你做裝修 或者你做地盤之外 那些是User 之外 其實很多不同範疇的行業 都需要用到工具 其中一個用得最多 就是應急的部門 即是消防 警察等等 它這個就是特地為了消防 它們平時要做緊急救人 去爆門的時候有沒有一些解決 它們就特別有一個小組 去為它們想一些方案 這個就是讓它們可以在這裡拿一個Hammer 開一個洞 直接就可以拿手機開了那扇門 而不需要太浪費時間 把整扇門都爆開 或者用作用那扇門 這就是其中一個用戶體驗中心的重點所在 這裏就是Bosch的用戶體驗中心 其中一個小小的歷史場 這裏你會看到一些 一些遠古時代的產物 譬如它1945年製造的手電轉 1940年代的電展 幾年都不可考究 1966年開始用膠殼的衝擊轉 這些都有 還有一些 譬如看到它的摩擦馬達 一路進化的歷史 這個是Bosch GO第一代 Bosch GO第一代 這部就小人 這部買到現在都還不少人在賣 或者有拿去用 這就是GBH226 DRE 這部21轉就很受歡迎 力度的舊 以前是Bosch的其中一個王牌產品 最後我最喜歡它們的木工牆 這裏收納了不少員工自己做的DIY木工模擬 由電鑽、鑽嘴、萬用寶 不同的配件都可以玩 手多的當然要玩 剛才那些就太HAPPY DUTY了 這個木工的鑽嘴讓我試試有沒有它剛才那麼輕鬆 太簡單了 有時叫腳是叫往復的 拉上拉下 切下去拉上來 如果一般舊的鑽嘴 只是向上或是向下 你的毛刺是很容易拉上來 勾出來的 這個新的Xperia系列 你會看到它這裡 兩邊一個向上一邊一向下 變相它兩個就完美地平衡了 變成剛才你剪刀這個 它就很光滑 亦都不會有太多毛刺 它就走出來 這個就是那個尺的重點 為何還可以出身 為何與舊的有不同 剛才聽到我們介紹很多 萬用寶 為何叫萬用寶 就是萬用寶 所以它一定要有相應的附件 去幫它處理不同場景 以及不同材質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它 它是跟顏色 就告訴你 你是應付什麼材質的 譬如藍色 就是金屬 紫色 就是多種multi material 譬如膠 然後這個白色 就是金屬和木 都可以 只是木頭 就是灰色的 如果做了一些東西 突然有不同場景 你不用特意 逐快拿上去看 你直接用這個顏色就是了 用機器放進去 這樣就安裝好了 所以要將萬用寶 發揮得最慢用 就一定要有萬用的附件 快裝快炸系統 就是Bosch 利用附件 將萬用寶 發揮到最大效果 這就是它們的核心思維 去完廠 跟它們不同部門 開完會 聊天 發現由工具到配件 它們對於用家 對於我們經銷的意見 都是非常非常重視的 任何細微的位置 你都想像不到 原來它們花了很多時間 心機去研究 例如你買一支幾十元的鑽嘴 原來它們單單在鑽頭的切角面上 都花了很多時間去計算 怎樣可以做得最好 所以一個牌子可以做到100年 其實真的一點都不簡單 所以希望除了價錢之外 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到 工具和配件 都有很多很多學問在裡面 希望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和大家分享這些故事和技術 亦都希望我們大丈夫會有100年 我們下集再見 Ciao 大家多多給意見 總之就多謝大家的支持 下次見 Ciao 大丈夫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多謝 謝謝 大家多謝 JO 感谢观看